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伐术和绝根的佛经故事 就是讲到说 在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边 有一个守这个园子的人 突然有一天 这个园子里边生了一棵很茁壮的树 长得很快 而且这个上面的树衣越来越大 很茂密 那么很多人就到了园子里走累了 在这个树下来乘凉 年轻的也有 年老的也有 觉得在下面特别凉爽 特别舒服 但是殊不知这棵树它有毒 后来慢慢才知道 它是一棵剧毒无比的树 凡是在它树下受过这个凉爽快意的呢 要么就是腰酸被痛 要么就是头痛欲裂 甚至有的当场就闷觉死亡的也有 这个守原人一看以后 说发现这是棵毒树 怎么办呢 那就把它给砍掉吧 好 它把这个树呢砍一次就跟割韭菜一样 那个毒树还长得很快 继续又长起来了 没砍一次 它又长一回 越来越茂密 甚至 它这个守原人自己的六亲眷属 最亲近的人也抵挡不过 这个园子里面毒树的诱惑 都在这下面来乘凉 来野餐 都中这个剧毒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守原人就非常的懊恼 无奈 他就离开这个园子到其他地方去行走 碰到一位智者 也就是佛陀的弟子 罗汉 这个智者就问说 你为什么这样的烦恼 他说 我这个树也砍怎么也砍不断 它又长起来了 智者就说了 说你不应该罚树是罚它的表面 你想把这个毒树给除去 要连根把它撅起来 否则的话 虽然你砍的时候好像出现了效果 过段时间还是依然如故 这就比喻说 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 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 每天都是所有的生活内容 都是贪嗔痴的发挥 那么这个守原人倒是听明白 这个智者教导他的法医了 哦 他明白了 原来应该回去什么呢 把这个毒树要连根挖掉 可是呢 在往园子往回走的时候 一路他生起了恐怖心 为什么 哎呀 他就觉得说 我要是把这个树连根拔掉了 以后会不会还有人来 在这个林子里来游玩 到园子里面 那么假如果我把这个树连根拔掉的话 自己会不会因此受到国王的迁怒 把自己绳之以法呢 或者把树挖掉以后 国王还让不让他继续守这个园子 他就越想越害怕 最后就生起了不想把这个树连根拔起的念头 大家看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平易过来 对照自己的内心 特别是作为一个求解脱学修佛法的人而言 验离心 出离心 也就是出这个生死苦海 三界火宅 是最根本的上道之处 很多时候 我们也在泛泛地号称学佛 也在泛泛地坚持修行 甚至更多的时候 以为自己已经修得不错了 就跟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烦恼 砍这个树一样 好像它长出来了 退了 我们再把它砍掉了 又进了 进退进退之间呢 永远没有从根上去动这个心 所以为什么说 一念放下才能万般自在 就是彻底放下了 你才能真正得到新的解脱 但凡我们有一丝一念的依托在这个世界的情景中 生活里 那么你的这个心的毒树的这个根呢 还深深地扎在那 钱藏在那 它依然还会长出来 那我们又讲到说 念佛的人修净土 为什么说要艳离缩婆 要舍弃现前的这种所有我们的习以为常 久久养成的对这儿的依赖性 所以真正说求生极乐世界的一个人呢 就如同把这个树一样 要连根拔起 不要害怕 我们也会像这个守缘人一样 害怕自己 虽然天天求解脱 真正可能解脱来的时候 我们很恐怖 害怕自己的得失 害怕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被这个完全给清除 这是我们太久的生死轮回中 依赖性久久养成的 这样一个惯性医指 实际上 医指的是烦恼 那我们现在就是 像这位智者 就代表佛陀和弟子一样 告诉我们 真正的要修持 这个解脱道 那必须从自己的烦恼贪嗔痴上 要把它连根拔起 只有连根拔起了 才能叫一个 修行上道的行者 好 那摩阿弥陀佛